生活中你有没有出现过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就是明明第一次才到的地方 第一次才见的人 第一次才发生的事 好像曾经经历过 这个叫做即逝感 它可能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虚拟世界里面的有力证据 就像那只在黑科帝国里面 两次经过NEO身边的猫一样 是模拟程序的bug导致的 电影里面莫菲斯告诉NEO 现实其实只是你大脑所解读出来的电子信号 这话一点没错 我们的大脑就算它是真实的 也是被关在脑壳这个小黑屋里面 通过神经术传递的电信号 来知道外面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的 这些电信号可以来自我们的感官 当然也可以来自别的地方了 其实莫菲斯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观点的人 早在公元7世纪 那类狄卡尔就曾经思考过 自己会不会只是一个漂浮的大脑 受到有组织系统性的欺骗 在诚思路当中 狄卡尔想象有一个恶魔 不断向他不知情的脑袋灌输外在世界的各种谎言 这个虽然有点悲观 但是跟另外一个版本的观点比起来 它还是算好的了 不管怎么样 在迪卡尔那脑子还是正式存在的 而到了牛津大学哲学家尼克·伯斯特伦那 连脑子都是虚拟出来的了 他的观点有三点事实来支撑 第一 人类的科技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进步 所以电脑的处理能力没有上线 第二 我们似乎从来就对模拟这件事情相当感兴趣 不管是模拟游戏还是数字防针 不管是休闲娱乐还是科学研究 你看现在哪样东西不是在食物出来之前先建个魔呢? 第三 我们在脑科学方面的进展也是越来越快了 而且资金投入又越来越大 完全就是停不下来的感觉 所以你觉得这一路往下发展未来会走到哪一步呢? 几乎肯定会走到 我们有一天有能力创造出细节惊人的模拟世界 并且在我们所拥有的有关大脑的知识的帮助下 让那些表现出了有意识迹象的虚拟生命巨著其中 到时候人类可以用它来干什么呢? 可以用它们来重跑我们已经走过的这段历史吗? 看看事情会不会有所不同呢? 历史学家和生物学家一定会乐开了花 因为他们早就想看看如果这样那会怎样? 以往只能靠想而未来却能正式发生 除非在人类还没有走到那一步之前就已经灭亡了 所以现在有两种选择摆在了我们面前 你是愿意接受我们是真实存在的 但在不久的将来会灭亡呢? 还是愿意接受 其实我们都是生活在虚拟世界里面的虚拟生命 元宇宙不过是梦境当中的第二层梦境吧 好 嘛 我愿意接受你的养勞